我的朋友说几句话 好 好 各位朋友 各位乡亲 我看今天在座的多数是 华人朋友 那我就讲中文了好吗 好 我只到 到这个会场我才知道 我今天要参加什么活动 我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星期 没回家了 先是参加 中国申办冬奥会的 奥林匹克全会 会议进行了三天 竞争非常激烈 北京最终赢得了 202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主办权 刚刚送走了 刘延东副总理率领的 深冬奥代表团 紧接着我就参加了 阿西亚的外交部长 系列会议 刚才下午 刚把王毅外长送回 下一站 他去非洲 然后我的老朋友 刘明博士说 请你来参加一个活动 我要给你一个surprise 我确实感到非常的惊喜 这是一个制造surprise的人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画家 在我的官邸还盛放着一幅 他创作的双面画 他是中国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 双面作画的第一人 有专利 所以作为一个画家 充满着创新的精神 创新了画作的新方式 这是给我一个surprise 来到马来西亚 他把作画 跟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 给我第二个 吃惊 我参加了他的流民公益 基金会的成立仪式 他用他的画作 来集资 从事慈善事业 他不但在马来西亚 用画作拍卖的 资金来赞助 马来西亚 去年年底 今年初 特大水灾的 Victor Siren 他还 给中国的 两个贫困县 捐了 十万令吉 那两个县 是我们 中国外交部 负责的扶贫的点 在云南 一个是金平县 另外一个是麻婆县 所以我在这里 要代表 我们两个县的 父老乡亲 向流民公益基金会 表示感谢 这是 也希望他继续 把这个扶贫事业 做得 发愿光大 所以一个画家和扶贫事业 一个画家和工艺事业 结合在一起 那么今天他又给我一个惊喜 画家 工艺 加上 葡萄酒 本来是 风马牛 不相干的事情 他又以一种创新的精神 把马来西亚的一种 特色的 财富 这就是东哥阿里 与 经典的 法国葡萄酒 结合起来 产生了一种新的 葡萄酒的品牌 所以我相信 这种品牌的葡萄酒 将来一定会有 很好的市场 成为 世界葡萄酒 王国中的一朵奇葩 我来马来西亚之前 没有听说过东哥阿里 但是自从我来了以后 我发现 东哥阿里越来越被中国人所喜欢 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功劳 而是最近好像东哥阿里 名气在中国越来越大 尤其听说 男性朋友们特别的喜欢 东哥阿里 所以你们 喝东哥阿里 酿的红葡萄酒 要节制哦 不能喝得太多 再次感谢我的老朋友 刘明博士 给我一个新的惊喜 我希望他在他的艺术道路 人生道路 慈善事业放 世界上不断地给大家 创造新的惊喜 也做出新的贡献 祝他的艺术生涯 慈善事业和人生 都十分的辉煌 再次再些 谢谢大家 在座的各位 谢谢 恒惠康大使 谢谢 这就是大使说 这一款酒呢 要不要喝这么多 没事 好的东西 要慢慢品尝 各位 品尝的品是有三个口字的 就是叫你一口一口 慢慢尝 慢慢喝 所以不会喝多的 没事的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再次就是 非常谢谢我们的贵宾朋友 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我们请现场的 所有贵宾朋友们 继续呢 欢迎这个美酒 还有加油 以及是呢 每一份这个欢迎的时刻 Please enjoy your time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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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